第140章 我不喜欢 真不愧是林正英的弟子 一名身披薄纱 穿着粉色长裙 如同仙女般的女子 缓缓落在别墅门前的庭院内 能这般轻易地击杀温敬珠坐下弟子 连带一名天生神力的混血者 女子掀开头上陡立的纱帘 露出那宛若白玉雕琢出的面容 你的未来 深不可测 她视线落在满地尸体上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在远处眺望时 她只是看到 墨久碾压般出手 可等真正近距离观看 她才明白 墨久的力量究竟有多恐怖 高加大力士的骨肉完全被撞碎 残破不堪地挥洒在地面上 温敬珠的两名弟子更惨 前胸一道血窟窿 森白的骨头裸露在外面 身体已经严重变形 这样的力道 最起码得有千斤 废话说完了吗 墨久低下头 看着自己胸前的飞刀 但墨地问道 你是谁 刚才她只察觉到 远处有三个人的气息 忽然出现的这个女人 她并未敢知道 当年李十二的侍女 总共有四个 温敬珠是一个 还有另外三个 而我 女子手腕一抖 墨久胸前的飞刀 迅速被收回 仔细一看 才能发现 飞刀的另一端 居然有极细的死线 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我是洛书颜的人 这些年 我师尊一直在追查 温敬珠的踪迹 女子轻轻擦了擦 飞刀上的血迹 将其收在自己袖子里 我叫柳青年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墨久低头 看了眼胸前的伤口 缓缓转过身 朝着别墅方向走去 在佐丘山的时候 我师尊和你的师尊 就是好朋友 柳青年一身打扮 宛若下凡的仙女 她轻轻跟在墨久身后 欢快地说道 估计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会成为 并肩战斗的战友 温敬珠就在中海 你师父怎么不亲自来杀 墨久低下头 用手摸了摸伤口 鲜血已经止住了 但那些有点干涸的血迹 却已经发黑 很明显 飞刀上有毒 别紧张 刚才我就是试探一下你 柳青年看出她的想法 笑嘻嘻地解释道 我马上给你解药 对不起哦 我的飞刀不是针对你的 说着 她低下头 从怀里拿出一个小药瓶 我师父人在左丘山 一时半会下不来 而且 温敬珠这个女人非常狡猾 一身手段相当了得 柳青年开始为墨久 解释心中的疑惑 我知道你很强 但温敬珠的能力 远在你师父之上 当年李十二重信她 将万山盟最好的资源 都给了她 各种秘籍 各种灵药 要什么给什么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破坏她的计划 除掉她的羽翼 一旦只剩下她自己 师尊自会和别人出面 将温敬珠给解决掉 好了 我都说完了 柳青年将一个小药瓶 递给墨久 这里是解药 你吃过后 我带你见见 我们在中海的人 你们在中海 也有人 墨久缓缓拔出 插在地上的剑 用袖子擦了擦剑上血迹 当然 我们一直在和温敬珠对抗 可惜没有机会 柳青年点点头道 否则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 说起来你真的厉害 竟然能杀掉四名高手 解药吃了 我们准备走了 柳青年笑着摊开手 谢谢 墨久接过解药 轻轻捏碎 撒在地上 你不相信我 柳青年有些惊讶到 真的是解药 不信我可以吃一粒 我知道是解药 谢谢你的好意 初次见面 送你件礼物 墨久轻笑一声 什么 柳青年话未说完 整个人愣住了 你弄疼我了 墨久指着胸口的伤痕 这让我很不高兴 说着 他轻轻一推 柳青年倒在地上 人头滚落 想不到我的剑 已经这样快了 墨久看着燃血的剑 一脚将柳青年脑袋踢开 转身回到房间内 白鸣 处理下尸体 他扭了扭脖子 将黑金宝剑收好 挂在墙壁上 墨久 刚才那个 是洛书颜的人 何建国捏着眼烟 神色凝重地询问 对 墨久赤裸上身 盘坐在沙发上 脸色有些惨白 同时得罪洛书颜和温静珠 你现在身处险境 稍有不慎 便可能粉身碎骨啊 何建国面带愁容 单一个温静珠 就够难缠了 若是在得罪洛书颜 女人 心眼都小 都记仇 而且看起来 刚才死的那个柳青岩 极有可能在洛书颜身边 是个重要的角色 我不喜欢 所以就砍了 墨久从小便跟着师傅研究毒药 飞刀上的那点毒 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管他什么温静珠 什么罗书颜 墨久冷冷道 侍女 就是侍女 在左丘山 他们是奴婢 下了山 在我眼里还是奴婢 端茶送水 给人洗脚的几个女人 也配合我墨久谈合作 他嘴角 一滴滴鲜血 不停地渗出来 墨久 何建国心中一惊 刚要起身 却被墨久制止了 寒毒越来越强了 凭我现在的力量 阻止不了他继续蔓延 墨久强忍内脏痛楚 手臂倾筋抱起 上次和林天花一战 我被寒毒折磨 没有爆发出全部力量 若是死前 没能全力一战 那将是我最大的憾事 他摊开手 掌心处有一枚药丸 药丸晶莹剔透 上面隐约像是 有什么东西在流动 你这是啊 何建国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给中海那些和我作对的人 一点小小的教训 墨久吃下药丸 体内顿时传来一阵暖流 冰冷的感觉 瞬间消散 他站起身 拿出手机 按了传号码 消数明吗 半小时后 我去杀你 墨久挂断电话 在镜子前 穿好白色衬衫和西装 转身提借离开 替我照顾好何庆竹 走到门前 他低声说了句 好 望着墨久离开的背影 何建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第141章 憋屈的消数龙 疯子 他骂的 这墨久就是个疯子 神龙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内 消数明愤怒地拍打桌面 气得浑身发抖 他本想低调一段时间 避开风头 让中海其余的人顶上去 和墨久作对 若是墨久死了 自然好 若是墨久没死 遭受重创 那消数明将全力一击 彻底让墨久 消失在这个世界 可他失算了 刘千雪带着那么多人 非但没有干到墨久 连苦心经营多年的关系网 都被一锅端了 其实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消数明心中感到庆幸 可谁知道 他就差把头塞进地里了 墨久居然还要杀他 大哥 怎么办 消架的打手 一个个脸色非常难看 连前副局的儿子 都被弄死了 他们算啥 曾经一个个扬言 要给消数空和消数龙报仇的人 现在腿肚子哆嗦的 比谁都厉害 妈的 消数明站起身 气得直咬牙 没事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比谁都狠 现在真出事了 一个个连屁都不敢放 怪不得 怪不得墨久一个外人 能在中海站得住脚跟 他抹了把脸 走到窗前 白鸣 何清竹 还有田正元 邱若曦 这些人哪一个 不能独当一面 他身边是什么人 我身边是什么人 这一刻 消数明感到万分苦涩 他不得已 还是决定打电话求救 片刻后 电话接通 圣爷 我是消数明 刚莫久来电话 说要杀我 哦 电话那端 高盛有些意外到 现在宋家已经派出人对付他 他还有这个经历 看来 宋家失败了呀 是的 您看我该怎么办 消数明毕恭毕敬地问着 在中海 一个企业想要做大 就必须得有四大家族点头 找了谁 就算败了谁的山门 一辈子 就得和其中一家绑在一起 每年上交一定的财产 萧家给高盛交了多年 现在遇到麻烦 消数明决定找高盛求救 你既然是我高家的人 我自然要帮你 高盛冷笑道 上次我安排人给莫久的警告 他似乎没当回事 等着 我马上安排人过去 谢谢圣爷 消数明悬着的心 总算放下了 哪怕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 毕竟每年上交那么多钱 真出示了高家不管 往后谁还会信服他们 高家 别怨呐 高盛躺在泳池旁的床上 张绍天的私生女 正卖力地在他身上扭动 当年为了这对母女 张绍天花 可是投入不少钱 现在 张家的股权 都在这个女人身上 怪不得当年张绍天 迷上你的母亲 高盛满脸享受地 看着身上的女人 你好骚啊 张家的股份 我不要 但你 要一直做我的情人 他拿起旁边的文件 一把扬在空中 现在 我准备帮你报仇了 之前张家和墨酒起冲突 导致满门死绝时 高盛没有在意 可后面 肖家出事 他才逐渐重视 这个清承来的墨酒 上次高盛安排人 在墨酒的饮料里下药 已经算是间接展示自己的能力 顺带警告了 可结果 这小子居然不知死活 高盛脸上有些挂不住 查木合 他站起身 拍了拍张少天私生女的屁股 对方很识趣地换了个姿势 高总 一名壮汉走过来 他叫查木合 是高盛手下的得力干将 心狠 手黑 做事不讲情面 带人去保护下肖树民 至于那个墨酒 高盛想了想 让他当众跪下 给肖家人赔礼道歉 不然的话 直接杀了 对了 宋家似乎轻敌失手了 高盛叫住他 多叫点人 稳妥点 毕竟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好 查木合转身消失在原地 神龙集团 大楼前 墨酒要来找肖树民的消息 不进而走 中海不少势力 都过来准备看热闹 尤其是宋华的父亲宋行长 也亲自过来瞧瞧 大楼前 神龙集团几十号打手 拎着刀和枪 神经早已绷紧 查木合的人 则坐在大楼内 和肖树民待在一起 由于高家准备动手 再加上前副局的儿子 也是死在墨酒手里 这里现在属于真空地带 肖家早已封锁了周围的街道 确保这里没有闲杂人等出现 来了 就在众人焦急地等待时 不远处 一身黑色西装的墨酒 拎着黑金宝剑 杀气腾腾地走了过来 这就是墨酒 大闹中海的那小子 就是他 二十几岁 下手够狠的 张家满门 都被他灭了 太狂了吧 一人一见 就想杀销庶民 看热闹的兴致盎然 可肖家那些打手 就没这么轻松了 准备 领头地拉开手枪保险 准备等墨酒靠近 便开枪解决 几时把枪正面对上 他们不觉得自己会输 墨酒 就在这时 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声呼喊 放开手干 替我女儿把肖家的都弄死 砰 一声枪响 肖家的打手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干翻好几人 砰 砰 又是两声 十几人倒在血泊中 直到这时 众人才回过身 只见神龙集团门口 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老头叼着烟 面无表情的撸动枪栓 在他身后 背着好几把仙弹枪 砰 砰 两声闷响 四五个人再度倒下 田正元丢到手里打空子弹的枪 从后背抽出一把 顶在离他最近的一人胸口处 面无表情的扣动扳机 鲜血喷出 肖家打手们 吓得面无血色 连举枪的勇气都没有 这可是中海第一汉匪 一口气干掉了几十名富豪的狠人啊 肖树龙 肖树空都是我杀的 要报仇的 开枪打我 田正元叼着烟 双手端枪 大喊道 就他妈 你们这群窝囊废 也学人家混社会 他黄胶鞋踩着尸体 如同割麦子一样 不停地收割生命 肖家领头的回过身 刚要开枪 却发现自己的手 已经没知觉了 墨九提着剑 从他身旁经过 擦肩瞬间 肖家领头的人头落地 神龙集团门前 田正元一把枪 压得肖家打手哭爹喊娘 墨九抬手一箭 击穿了大楼的玻璃门 给我睁大你们的眼睛 看看和我墨九作对 是什么下场 墨九快步狂奔 直奔楼内冲去 第142章 时代变了 墨九 神龙集团内 传来一道红钟般的声音 现在收手 还来得紧 大厅内 杂木河带领几十名 训练有素的保镖 正严阵以待 肖树龙和一名 穿着白袍的老者 站在众人身后 立刻自断双臂 滚回青城 老夫便饶你一命 老者先锋道鼓 远不是刘建民那样的 落魄高手 我的人 可不是外面那些废物 杂木河同样 盛气凌人地威胁到 投降 或者死 听见这些话 肖树民的脸 瞬间一红 的确 杂木河的手下 都是亡命图 刀尖舔血得很绝色 可自己的手下 被骂废物 他脸上多少 有点挂不住 我们打个赌 墨九抓起黑金宝剑 冷冷道 看看是你的子弹块 还是我的箭块 刷 他脱下身上西装 猛地向前一甩 开枪 杂木河没有任何犹豫 对着墨九刚才所处位置 疯狂射击 上百发子弹 将西装打得破烂不堪 可随着西装落地 墨九一个大活人 竟然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了 人呢 杂木河提着枪 愣愣看向空壳的大厅 这道门是进入神龙集团的必经之路 他将人手安排在这 就是看中这里的空阔 不管是谁进来 都和火靶子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此时 墨九居然消失了 都注意 小心 杂木河警惕地拿着枪 转身想要搜寻墨九的位置 可就在这时 刷 一道寒芒闪过 墨九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身后 黑金宝剑急速掠过 几十名杀手 如同砍瓜切菜一样 瞬间倒在血泊中 快 打死他 杂木河饶氏 干了多年刀尖舔血的活 今天还是吓傻了 在他短短一愣神的功夫 墨九面带微笑的脸 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我的西装很贵的 墨九 我是高家的人 你憋 杂木河话未说完 墨九的剑 直接从他嘴里穿过 鲜血从他脑后 沿着剑尖不断滴落 你说晚了 拔出长剑 墨九缓缓转过身 距他十米处 坐着一名白发老者 而肖树铭 正瑟瑟发抖地 躲在老者身后 堂堂高家 位列中海四大家族 就派出这些废物吗 还是说 面前这位老人家 真能护他周全 你是个好苗子 老人鹤发童颜 说话底气十足 显然是个恋家子 我虽然和高家 老者话未说完 肖树铭忽然拿着电话 递了过来 高总的电话 肖树铭手已经抖成筛子 我是上官营 老者注意力 全部在墨九身上 轻轻开口回答 我弟弟高昌死了 墨九必须死 不管什么结果 都不能改变 高盛愤怒的声音 在电话里不停回荡 他手上 染了高家人的血 我要他死 什么 文言上官营也有些意外 高昌天生神力 就是脑子不怎么好使 早些年 两人还曾交过手 那可是一头蛮牛啊 居然死在墨九手上 墨九 你杀了高昌 上官营沉声问道 高昌一死 他不得不出手了 到了这个年纪 他经不起折腾 每一次出手 都是有风险的 年轻人身体好 恢复得迅速 像他这个年纪的 万一受伤 修为将会 无止境的倒退 本事没了 价值自然也就没了 我杀的太多了 记不清 墨九扫了上官营一眼 问道 不用武器 不用 上官营迈开步子 缓缓朝着墨九走去 你不是泛泛之辈 我用上官家绝学杀你 也是对你的尊重 上官营没走一步 脚下的地砖 便会炸裂一块 在地面留下一个 三厘米深的脚印 而且随着步子走得越多 脚印也越来越深 这说明上官营体内的力量 也越来越强 这一招 叫做登天 上官营双手缓缓抬起 我上官家 凭借这一招立足 七步之后 浑身力量会短时间暴涨十倍以上 再配合我的锁神手 你插尺难逃 说着 他消失在原地 双手直奔墨九而去 碰 墨九卯足力量 直接硬抗一招 哗啦 他两只脚 深深陷进地里 连退数米 见到这一幕 萧树鸣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 果然 这老家伙 不是吃素的 登天吗 墨九眼中 闪过一抹金光 他所学的 都是师父传授 属于万山盟一派的功法 将来要是对上 洛书岩和温敬珠 非常容易被针对 若是能学会 上官家的这招登天 短时间体内力量暴涨 再配合他的手段 面对更强的敌人时 也更加有把握 能接下我一招 不错 不错 上官营有些兴奋 他刚才那一击 是平时力量的十倍 墨九居然没死 再来 上官营双手变换 直奔墨九抓去 锁神手是他的成名绝技 千变万化 能够出其不意 将敌人控制住 令其瞬间丧失战斗力 来 墨九猛冲过去 再度和他撞在一起 哄 一声闷响 墨九在后退瞬间 迅速拔枪 碰 一声闷响 上官营没心中弹 在短暂的愣了几秒后 直挺挺倒下去 或许 他临死前想说一句 年轻人不讲武德 但没有机会了 时代变了 墨九收起枪 走过去一把抓住 萧树明的脖子 踢着他朝门口走去 杀上官营不难做到 可在短时间 力量暴涨十倍的 上官营身上 浪费时间和精力 是不理智的 他吃下那枚药丸 能短暂地释放热量 以极为霸道的方式 压制寒毒 可后果 便是在药效消散后 承受反噬寒毒的折磨 墨九 你杀了我的哥哥和弟弟 为什么连我也不放过 萧树明红着眼 绝望 且目光充满怨恨地问着 我都已经息事宁人了 我都放弃报仇了 为什么 你还是不放过我 他已经放弃挣扎了 你活着 对我来说是一种危险 墨九平静地解释道 我不会留一个定时炸弹 在自己身边 别和我说公平不公平 世上本来就没有公平 不是吗 众目睽睽下 墨九穿过破碎的玻璃门 将萧树明丢在田正元面前 第143章 你挺狂 这样做 或许不是最正确的办法 可一定是最省时间的办法 而现在 墨九最缺的 其实就是时间 高架也好 温敬朱也好 洛书妍也好 都不是善类 他还记着师父曾经说过的话 那些年 我在山上遇见的女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们自私自利 最心于明争暗斗 为了达到目的 完全不择手段 从柳青岩见面 就是一飞刀的做法来看 师父没有撒谎 从始至终 他只在这些女人身上 看到两个字 高傲 和高傲的人交往 不把对方打疼 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老田 人交给你了 墨九抬起头 环视一圈 中海那些 前来看热闹的人 纷纷散开 有些人 甚至吓得连滚带爬 生怕晚了一步 会把命留下 萧树明 穿着军大衣的 田正元弯下身 捏住萧树明的下巴 滋味不好受吧 老田 我弟弟已经死了 他已经付出生命的代价了 你要对我们萧家 赶尽杀绝吗 萧树明心存一丝侥幸 他看得出 只要田正元 不要自己的命 墨九或许也能高抬贵手 那你弟弟为什么死 田正元沧桑的脸上 露出一抹冷笑 那是因为这个畜生 糟蹋了我姑娘 可他死了 连带着我哥哥也死了 萧树明红着眼吼道 还不够吗 你非要我萧家死绝 萧树明 是不是做人上人久了 真不知道 普通人是怎么活的 田正元似乎没有 动手的打算 他甚至拿出一根烟 点燃后递给萧树明 谢谢 萧树明忐忑地接过烟 吸了口气 一股辣气进了嗓子 呛得他直咳嗽 眼泪都出来了 你说小田老实巴交的 也没得罪你们萧家 就被祸害了 田正元似乎已经释然了 那你说 我杀你弟弟 杀你大哥 咋还需要理由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潜意识里 你们这些大老板 就能胡作非为 我们老百姓 就得遵纪守法 一番话 问的萧树明 哑口无言 墨九说得对 这世上就没有他妈的公平 田正元缓缓站起身 端着现弹枪 顶在萧树明脑袋上 我不做老实人了 老实人挨欺负 碰 一声枪响 萧树明直挺挺地向后仰去 面目全非 那根抽了一口的大前门 也被鲜血染红 这张卡里 有一千万 墨九伸出手 递过去一张卡 带着他 和你老伴找个地方 好好生活吧 咋了 怕我连累你 田正元看都没看那张卡一眼 笑呵呵地问着 我有今天没明天 若是哪天死了 你也会受连累 墨九已经想好了 安排邱若曦带着和清竹 就去他喜欢的非洲 他准备一个人 在中海这个漩涡中央 搏斗一番 我老伴死了 田正元平静地说了句 什么 墨九回过身 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怎么回事 按照田正元办事的风格 不可能不把家人藏好 难道 被报复了 他原本就有心脏病 活不了多久 可能女儿一出事 他也没心思活了吧 田正元一脸释然地笑道 也好 就当他先去陪女儿了 说到这里 他拿出一根烟 继续抽着 你呢 木秀鱼林 风必摧之 田正元侧过头 看了墨九一眼 中海的人 你都得罪了个遍 扛得住 除非 我肯一辈子留在清城 墨九提着剑 望向远方 否则 这一天 不是早晚的吗 认谁 会允许一个外人 在这片土地崛起 去碰触他们的利益 不 田正元愣了愣 摇头道 如果我不认识你 或许会认为 你是这样莽撞的人 和你相处这么久 我是不幸的 你一定有所图谋 故意要把动静搞大 故意四面树敌 但你究竟想做什么 我还是猜不到 田正元谈了谭烟灰 笑呵呵道 你的城府 太深了 倘若没有经历这么多事情 我一定和你好好喝一杯 墨九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有这么多事 你在我眼里就是恶霸 就是土匪 老子才不会和你喝酒 田正元一脸嫌弃道 折腾吧 年轻人 有精力 说完 田正元把枪塞进军大衣里 迈着缓慢的步子 消失在神龙集团楼前 望着他的背影 墨九道背着手 一言不发 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 是啊 没人知道他把动静搞这么大 其实是故意的 该来的 会来吗 他伸出手 不停地在空中晃动 试图感受晚风 从来到中海那一刻 这个念头 就在他心中浮现 同温敬珠想的一样 墨九也开始怀疑 师父是否还活着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师父的骨灰 当真被何建国撒了吗 还是说 当时师父只是假死 十几年 墨九从未怀疑过师父 包括师父的死 可最近发生的一切 都太过诡异了 曾经 他想要入局 替师父下完那盘残局 可不知不觉 墨九发现自己 竟早已身在局中 冥冥之中 好似有一只手 在操控一切 何建国一个残疾人 却知道那么多 参与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 甚至将黄九泉等人 玩弄于鼓掌 看似一切都顺其自然 可一切 又是这么的诡异 他还是相信 师父死了 但他必须知道 推动这一切的 是谁 自己可以做过何族 但小族 也能杀将 既然有人想要我 做这个出头鸟 搅一搅中海 那我索性就掀了这桌子 玩得大一点吧 墨九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相信 肯定会有人坐不住的 中海 腾龙酒吧 一间豪华包厢内 几十人在包厢内 不停地唱歌 跳舞 男男女女 一个个醉眼朦胧 我讲两句 一名少年拿着麦克 忽然跳上沙发 兴奋地喊道 今天 是我哥高天的生日 我三叔救他这一个儿子 将来我们高家的一切 都是天歌的 文言 高天坐在沙发上 面带笑意 他是高盛的唯一的儿子 也是高家的未来 这些话 他爱听 在中海 就算掉下一个钢蹦 也得是高家的 我说的对不对 高小文兴奋地吼叫 吼吼吼 包厢内 不少人开始起哄 这时 包厢的门被推开 小崽子 你挺狂啊 钢蹦是高家的 钢猪也他妈 是你高家的 穿着军大衣的田正元走进来 直接抽出怀里的枪 碰 包厢内 传来阵阵尖叫 小九子 不是要给动静整大点吗 田正元自言自语道 那大爷就把中海的炸药桶帮你点了 第144章 摇滚的老炮 高小文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便感觉胸口湿乎乎的 他低下头 用手触摸一下 一瞬间 高小文感觉浑身无力 整个人软绵绵地倒在沙发上 萨日朗 包厢内乱作一团 不少男男女女发疯式的尖叫 有的蹲在地上 有的蜷缩在角落 有的藏在沙发后 田正元就站在门口 拦住了唯一的去路 他是侦察科出身 再加上娱乐场所 本身就比较吵闹 因此 并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发生的状况 他就一个人 一把枪 跟他干了 包厢内 一名少年拎着酒瓶 想要在女朋友面前表现一把 老杂种 我爸是中海的 砰 田正元面无表情地开了一枪 扑通 少年倒在地上 身子不停抽搐 鲜血从他身下 缓缓渗出 太吵了 我没听清 田正元黄胶鞋 踩在他脑袋上 大喊道 你大点声 可包厢内回应他的 只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几十名青年男女 全部蹲在地上 不敢作声 姓高的不杀 谁姓高 把身份证掏出来 田正元一脚踢开 高晓文的尸体 用手擦了擦血迹 坐在沙发上 他扫了一圈 端起一瓶福特夹 直接对瓶干了 我姓高 大爷 您瞧瞧 一名少年拿着身份证 兴奋地走过去 嗯 田正元点了根大前门 抬头问道 高晓是你什么人 是我远房亲切 少年心里轻松不少 看向同伴的眼神里 满是得意 在中海 高家的身份就是管用 他甚至忘了地上的高晓文 还没凉透呢 大爷 我能走了吧 他兴奋地问着 在他身后还有两名年轻男女 跃跃欲试 大爷送你 田正元谈了谭烟灰 谢谢大爷 不用了 少年转过身 得意洋洋地看着包厢内的同伴 砰 一声枪响 少年一个前扑 趴在地上 后背的衣服 瞬间被鲜血染透 啊 那两名男女 吓得连忙后退 别跑了 再快还能快得过子弹 田正元叼着烟 起身就是两枪 砰 砰 两声闷响 还没来得及逃命的男女 全部倒在血泊中 田正元站起身 走到两具尸体面前 捡起身份证 果然 两人都姓高 来之前 他通过某视频 社交软件 关注了高小文的某英号 通过这个整天记录自己 美好生活的富二代定位 摸到这里 想不到 竟然这么多大鱼 前辈 请你接个电话 高天在人群中 缓缓站起 颤抖着将手机递过去 他知道这么干耗着 根本没有什么生机 还不如求救于自己的父亲 外面的保安就算进来 眼前这个汉匪狗急跳墙 也容易杀了他 还不如通过高家的诠释 尝试和这个老头谈谈 谁啊 田正元大大咧咧接过电话 小赫赫问道 我是高盛 你敢躲我高家的人 我杀你全家 高盛杀气腾腾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我已经安排人赶过去 酒吧的保安也已经过去 你插翅难逃 不想死 马上离开 他没有逼得太紧 而是给对方留了一个机会 在中海 他高盛想抓的人 有能跑掉的 留条生路 不过是防止对方狗急跳墙 高盛 我家人都死了 光棍一个 田正元呵呵一笑 问道 这电话的主人 是不是你儿子 你干什么 高盛声音陡然一变 他察觉到了危险 没什么 挺好的 田正元挂断电话 笑着还给高天 叔叔 您和我爸谈得怎么样 高天忐忑地询问 挺好 他人不错 田正元拍了拍高天肩膀 你早说自己是高盛的儿子 前辈 我这不是害怕吗 高天长出一口气 误会 都是误会 不 田正元摇了摇头 你早说 他们也不用死了 前辈 你什么意思 高天有些不明所以 难不成 这老头和高家有什么关系 听好了 田正元对着音箱连蹦几枪 包箱内顿时 安静下来 你爹 高盛 得罪了莫九 他抬起枪 顶在高天胸口 他叫我一声大爷 那大爷就得给他出这口气 明白不 碰 田正元扣下扳机 高天道飞出去 倒在沙发上 胸前的窟窿 不断往外喷血 擦了擦脸上的血 田正元丢掉烟头 拿起果盘里的一个棒棒糖 撕掉包装纸 扔进嘴里 在众人恐惧的眼神中 他拉开门 走出包箱 别动 这时 酒吧的几十名保安围了过来 碰 田正元眯起眼睛 含着棒棒糖 大步迎着他们走去 一枪 两枪 三枪 原本杀气腾腾的保安 瞬间坐鸟受散 倒霉的几个倒在地上 痛苦惨叫 怪不得都想做人上人 这种肆意妄为的感觉 还真是不错 一身军绿色大衣 戴着狗皮帽子的田正元 一只手拎着枪 一只手捏着草莓 喂棒棒糖 扬长而去 十几分钟后 上百人密密麻麻地冲进包厢 我儿子呢 一身西装的高盛双目血红 丝毫没有往日的镇定 狂奔着朝包厢冲去 高总 你有个心理准备 保镖队长从包厢内退出来 拦在高盛面前 啪 高盛一巴掌抖过去 将其推开 可等他走进包厢 看着地上已经被摆好的几具尸体时 整个人险些晕过去 儿子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颤抖着摸了摸已经高天冰凉的脸 高家在中海 位列四大家族 全是滔天 可饶是这样 他还是没能护住自己儿子 查出是谁干的了吗 高盛沙哑着嗓子 汉匪 田正元 高家保镖队长沉声道 受墨酒指使 墨酒 高盛站起身 咬着牙道 我要把你千刀万剐 给局里说一声 搜捕这个田正元 我要扒他的皮 快去 他咆哮道 都得死 都他妈得死 是 高家的保镖队长迅速离开 包厢外 没人敢说话 直到高盛抱着儿子尸体走出时 几百人全部跪在地上 整齐低头 第145章 机站 夜 中海城 数百辆警车在城内不断搜寻 半个城区的混混们走上街头 拿着照片疯狂找人 权力是个好东西 高盛一句话 黑白两道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开始搜寻田正元的踪迹 就连开出租车的 送外卖的 都放下工作 加入到搜寻田正元的队伍中 高家给警局捐了五个亿 又开出一个亿悬赏 无论是谁 只要能发现田正元踪迹 就能拿到五百万 抓到活的 直接拿走一个亿 沉寂了许久的中海城 陷入到一场狂欢中 这 便是高家的权势 便是四大家族的权势 此时 即便和高家有矛盾的其余三大家族 也放弃偏见 一致对外 高天的死 是对四大家族秩序的挑衅 是对他们权威的践踏 晚上八点 高盛坐在车里 一言不发 谁你未尽 叮铃铃 忽然 他手里紧钻的电话 忽然响了 大哥 找到田正元了 在西郊的废弃老城区附近 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声音 让警局的人 全部撤回去 传我命令 咱们的人都给我押上去 抓活的 高盛激动地对四季吼道 去老城区 现在就去 库里南缓缓启动 在他身后 几十辆轻易色的宝马七戏 紧紧蹲上 十分钟后 高盛来到老城区 他推开车门 看着面前一栋栋废弃老楼 呼吸越来越急促 怎么样 人呢 他忘不掉儿子死时 脸上带着的惶恐 他要报仇 什么莫救 什么田正元 在他高盛眼里 和蚂蚁没有区别 大哥 我们一路追到这儿 高家保镖汇报道 田正元可能不想伤及无辜 骑着摩托绕开哨卡 来到这里 老城区废弃了 最起码二十年 有几十栋破旧的红砖楼 窗户早就碎了 只剩下楼内主体 人呢 没抓到 高盛红桌眼问道 这老东西 有两下子 我们的人被打死二十多人 高家保镖心有余悸道 您瞧 咱兄弟死了这么多 伤得更多 好消息是 他现在被我们逼到最里面的两栋楼 那就冲上去 抓住他 我不要过场 我要结果 我只要结果懂吗 高盛救助对方衣领 我带了几百人来 就算是尸体填 也给都我填上 去 他咆哮不停 是 保镖队长领着人 冲到最里面的楼下 田正元就在上面 这老东西好像挺专业 直接卡在死角 我们上不去 肩膀缠着绷带的小头目 皱着没说到 大哥下了死命令 必须往里冲 保镖队长咬着牙道 一起冲 砰 砰 正好说话间 楼上传来两声枪响 紧接着 高家的打手 抬着两具尸体跑了下来 通道狭窄 完全冲不上去 谁过去 谁就是活靶子 下来的人心有余悸地说着 不行也得行 听好了 咱们一百个人 一起上 谁他们后退 我毙了他 保镖队长了解高盛的心情 举起枪 对面前的人下了死命令 老大 手榴弹都扔不进去 这老东西 太会找位置了 那也得上 保镖队长朝天一枪 大喊道 弟兄们 我们吃高家的 喝高家的 现在小少爷被杀了 我们就算豁出命 也得报仇 听好了 给我冲 杀 一时间 杀声震天 楼上 田正元喝了口冰红茶 抽了口大前门 猛地起身 端着自动步枪 开始疯狂扫射 不怕死的 就来 他叼着烟 手中步枪在后座力的作用下 不停颤抖 楼道内 哀嚎生一片 活着的全部逃窜出去 只留下十几具尸体 田正元有气无力地靠在墙壁上 从怀里摸出女儿和老伴的照片 笑了笑 他左肩处 中了一枪 鲜血已经染红了大衣 可田正元根本没去管 他收好照片 机械性的填充子弹 等着下一波冲击 远处 大哥 冲不上去 死了快一百人了 保镖队长手臂中弹 跪在地上哭喊道 喊挖掘机来 直接把楼推了吧 田正元是吗 高盛望向那栋楼 呵呵一笑道 是个人物 可惜了 他拿出手机 并没有按照保镖队长说的那样 找来挖掘机 把我那架武装直升机开过来 五分钟内 我要见到他 给我打穿那栋楼 挂断电话 高盛点燃一支烟 这就是全市 这就是高架的力量 五分钟后 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所有人抬起头 看到一架直升机 正朝着田正元所在的那栋楼飞去 草 直升机都整来了 想不到 我老田能整出这么大阵仗 他点了根烟 根本没去看窗外 一口烟雾喷出 他从怀里 摸出老婆和小田的照片 那是一张全家福 估计 你们也都想我了吧 他没有任何恐惧 坦然地面对死亡 等着 我来陪你们了 到了下边 爹肯定把你护好了 不让小鬼欺负你 田正元抱着全家福 缓缓闭上眼睛 楼外 武装直升机正在盘旋 角度调整完毕 准备发射 确定目标 十秒后 开始轰炸 请注意 下方所有人全部回避 请立刻撤离 倒计时 发射 哄 一发火箭弹划破夜空 发出剧烈的爆炸声 高盛站在远处 直接看傻了 不光是他 就连高家的打手们 也都梦了 不知哪来的火箭弹 直接将武装直升机 给炸了下来 这时 几十辆路虎车 从周围呼啸而来 草你妈的高尚 扛着火箭筒的白鸣 通过天窗露出半截身子 肩膀缠着黑布 大吼道 九爷说过 只要黑金集团脚踩过的地方 他就得信目 这块地老田踩过了 谁他妈给你勇气 赶到黑金集团地盘撒野 他丢掉火箭筒 接过车内小弟递来的一把 汤姆迅冲锋枪 对着天空打了一梭子 草你妈的 什么四大家族 在我眼里都是狗篮子 给我往死里打 让我看看 这四大家族人的脑袋 是不是铁座的 碰 一辆辆路虎车 根本没有减速的趋势 狠狠撞在高家的宝马车队上 一阵剧烈的撞击声中 黑金集团死士 推开车内弹出的气囊 踢着刀 杀气腾腾地冲过去 第146章 我赶时间 废弃的老城区内 顿时枪声四起 高家保镖还没等回过神 便有几十人倒在血泊中 搞他妈什么鬼 高盛红着眼 抓住保镖队长伊领 咬着牙问道 你不是说黑金集团的人 全都离开中海了吗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出于谨慎 在围剿田正元之前 他专门安排人 摸清黑金集团那些打扫的行踪 为的就是顺利杀死田正元 转到再把墨九杀了 明明情报上说 黑金集团的人 连带着邱若熙和何清竹 已经尽数离开 整个中海只剩下墨九 田正元 还有白鸣三个人 可听着周围密密麻麻的沙喊声 最起码有上百人 奶冒出来的 大哥 我真追踪了 黑金集团的人早就撤走了 我也不知这些人从奶冒出来的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保镖队长大脑一片空白 大哥 扛不住了 我们快逃吧 两人正争吵间 一名满身是血的高家族人跑过来 惊慌地喊道 对面和疯了一样 刀刀致命 根本就是奔着不留活口来的 报警 保镖队长摸出手机 哆哆嗦嗦地便要打报警电话 他们虽然个个都是好手 可面对黑金集团的亡命图 也已经吓破胆了 不行 高盛一把抓住他手机 沉声道 现在报警 我的脸往哪放 中海 还能有高家的立足之地吗 那三家会借着这个由头 把高家踢出局 他感到耻辱 在中海 在这片他横行霸道多年的土地上 动用这么大阵仗 对付一个老头 竟然阴沟翻船 大哥 面子能有命重要 保镖队长推开高盛的手 你要做刘邦 不能做项羽 面子怎么丢的 怎么找回来 枪声越来越近 整个老城区乱作一团 高盛的情绪 也渐渐发生变化 我亲自打 他拿出手机 快速按下报警电话 我是高盛 现在我在老城区遇到危险 请马上来救我 对方有 你是高盛 我还是墨九呢 电话被挂断 接线员摇了摇头 拿起茶杯离开 傍晚的时候 前副局亲自发话 承熙今晚有特别行动 万一有人打电话报警 不管说什么 说自己是谁 都别大脸 关大一击压死人 他一个接线员 能怎么办 再说 承熙的确没人住 随他们折腾吧 大哥 怎么样 劳斯莱斯车内 保镖队长急切地问道 碰 高盛没有回答 狠狠将手里电话 摔在车前排座椅上 哈哈 忽然 他大笑道 还真是 自作孽不可活呀 此时 高盛已经明白 接线员的态度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都是源自他打给前副局的电话 亲自打给前副局呢 保镖队长跟了他多年 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来之前 前副局为了避嫌 临时请假 手机关机 高盛死死攥着拳头 重新弯下身 捡起手机 打给自己的小弟 立刻集结人手 哎 承熙 听好了 即便我死 也要把黑金集团的人留下 陪葬 圣爷 对不起 电话那头 高盛一手扶持的承熙地头蛇 难为情地开口 你什么意思 一瞬间 高盛的心坠入井底 他隐约意识到 自己不在的这几个小时内 发生了很多事 宋承欢老爷子 就在我的家里做客 我走不成 对不起了圣爷 黑金集团的人 是宋承欢安排车运回来的 我只能说这么多 你 保重 电话被挂断 当 这时 一把刀直接砍在车玻璃上 让车内众人的注意力 重新回到眼下 其余三家 趁着这个间隙 在背后坑了我 高盛终究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家主 在遭受被伺候 依旧保持冷静的头脑 冲出去 他沉声道 今天我若不死 所有背叛我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保护圣爷 保镖队长拎着枪 猛地推开车门 迅速开枪 击倒几名黑金集团打手 趁着这个间隙 司机立刻踩下油门 硬是撞出一条路 弟兄们 跟他们干了 就算死 也别死得太窝囊 高家保镖队长咬着牙喊道 都他妈是爷们 咱们就算死了 也得咬掉他们半斤肉 扑通 他话未说完 一个钱扑拍在地上 嘴角溢出大量鲜血 咬下半斤肉 你有那个牙口吗 田正元脚踩在他背上 枪口向下 喷喷两枪 保镖队长一死 余下的几十人坐鸟受散 根本没有反抗的心思 可惜 让高盛跑了 田正元扛着枪 看向消失的库里男 叹了口气 不对 他眼睛忽然冒出金光 转身朝着白鸣走去 人 你故意放的 大爷就是大爷 白鸣黑黑一笑 刚才害怕没 碰 田正元没回答 一脚将白鸣踹翻在地 笑骂道 兔崽子 哈哈 白鸣站起身 一把抱住他 大爷 你要不嫌弃 我任你做衣服 就是咱九爷 都没想到你整出这么大动静 滚滚滚 田正元看了看肩膀伤口 既然没死 我也得去处理下 这忠海从今天起 算是不可能安生了 他看着身后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直升机 脸上露出一抹无奈 高架 祠堂内 墨九穿着黑色西装 轻轻推开祠堂的门 三名百岁老人 盘坐在祠堂中央 见他进来 三人纷纷睁开眼睛 能穿过层层守卫 来到这里 想必你不是普通人 最中央的白发老者 轻声开口 我赶时间 墨九脱掉西装 轻轻挂在门把手上 又解开衬衫的纽扣 平静地说道 一起上吧 三人进阶一愣 有意思 有意思 右侧的光头大笑一声 五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 有人面对我们三佛 说出这样狂妄的话 我们三个上 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吧 就让三地灵叫下 中间老者说完 最左边的干瘦老头 缓缓起身 一时间 祠堂内竟然起了风 蜡烛的火苗 摇摇欲坠 碰 一声闷响 祠堂的门忽然关上 第147章 吃饺子 祠堂里的三名老人 便是高家立足中海的根基 五十年前 这三名血统异常的高家族人 击败中海数位高手 胁迫不少富商 最终在中海立稳脚跟 经过几十年发展 让高家成为中海 最具权势的四家之一 但高家血缘突变的族人 都有一个缺点 那便是年龄一大 就会出现急速衰老 幸好其中一人 找到应对的办法 那就是源源不断地换血 他们的神力 来源于骨髓内的 造血干细胞 只要骨髓没问题 时常换一些少年的血 非但能解决弊端 还能延年益寿 这三位百岁老人 身手灵活 不乏轻盈 正是得益于高盛 常年累月地抓人 给三位老祖宗输血 有这三人在 高家便可高枕无忧 因此 墨九在确定消息后 决定亲自拜访 快 快 快 公路上 高盛坐在车内 不停地催促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保镖队长 被田正元打死 亲眼看到了 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 大摇大摆地走着 可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目睹老兄弟的死 狼狈逃跑 他不能死 一旦死了 谁来负责报仇 家里虽然有三位老祖宗 可老祖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 早就对外宣称死亡 只有外人进犯高家时 这三人才会悄无声息地出手 宋承欢 还有背叛我的人 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他死死攥着拳头 执掌高家几十年 这是他情绪最激动的一天 高盛根本控制不住 半小时后 车子畅通无阻地回到高家 而得到消息的高家保镖 早已列队迎接 他们是死忠 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背叛高盛 安全了 高盛走下车 下意识地回过头 见到身后什么都没有 他这才长出一口气 高总 您没受伤吧 几名高家人紧张地走过来 满脸担忧 没死 高盛踩在高家地砖上 心里终于恢复那种久违的充实感 啊 他大吼一声 宣泄出内心的抑郁 我高盛今天没死 那将来要死的人 就多了 高盛抬头看着天空 毫不掩饰身上的杀意 高总 您没事就好 莫先生在府上 恭候您很久了 一名高家族人 战战兢兢地开口 什么 莫先生 谁 高盛一下愣住了 哪来的莫先生 是莫九 莫先生 高家族人低着头 生怕自己被迁怒 什么 高盛连退数步 身子靠在车上 他怎么进来的 高家有高墙电网 还有几百名保镖 常住院子里 莫九一个人 怎么进来的 您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高家人一脸都为难 好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原本有些恐惧的高盛 忽然笑了 这不是找死吗 别说高家现在有这么多人 但是祠堂内的三位老祖中任何一位 杀莫九不是和杀计一样简单 他就自己 高盛再次确认 就他自己 众人纷纷点头 拿枪 跟我过去 高盛内心瞬间燃起复仇的怒火 三位老祖在 莫九必死 带好家伙 高盛领着近百人 杀气腾腾直奔中央会客厅走去 远远的 他便看见 莫九整一个人坐在餐厅里吃饺子 他干什么呢 高盛拎着枪 回头问道 吃饺子呢 咱后厨给做的 不过 里面我下了毒 可他没反应啊 高盛组人满脸委屈 高盛不在家 三位老祖没动静 他们久闻莫久凶名 谁嫌命长 要知道 刘建明被杀的消息 还有高昌被杀的消息 可是传开了 高盛这些普通人 还没有膨胀到自不量力的地步 吃饺子 高盛将手里的枪上膛 大步走过去 把我高盛 当餐厅了 想来就来 想吃就吃 高天的死 让他性情大变 眼见着杀死自己儿子的幕后 主使者就在眼前 他快步带人 走到莫久对面 几十把枪 同一时间对准莫久脑袋 吃 怎么不吃了 高盛拉过一把椅子 坐在莫久对面 冷冷道 继续 吃饱了 我送你上路 一起吃点 莫久推过去一碗饺子 笑着开口道 该说不说 你们家厨师的水平 真的高 杀了我儿子 现在还能这么淡定 你真是不把我高盛放在眼里啊 高盛怒急而笑 抬起枪 对准莫久脑袋 现在 去死吧 你没听过我的手段 还是说 你有什么底气 在明知道我不喜欢有人用枪对着我的情况下 还敢这样做 莫久抽出 桌上一张纸巾 擦了擦嘴 我高家立足中海 自然有底牌 他话音刚落 莫久直接将脚下的一个盒子端上来 扔在桌上 啊 高盛惊的站起身 一个亮枪坐在地上 不可能 我高家老祖 他挣扎着站起身 强忍内心恐惧 仔细看了一眼 高家老祖三颗人头 正安静地躺在盒子里 哦 对了 莫久看向他 刚你话没说完 你说你高家有底牌 能让我见识下 高家众人整齐后退 两腿瑟瑟发抖 底牌 底牌都在盒子里了 莫久 高盛沙哑着嗓子 愣是说不出一句话 我栽了 他冷笑一声 指着周围的高家人 我自裁 求你放过他们 老祖全部被杀 高盛此时已经明白 莫久的真正实力 无谓的反抗 只会迁怒更多族人 为什么要死呢 莫久笑着问了句 你没打算杀我 这句话 直接把高盛问愣住了 是我的人 杀了你儿子 不是你的人 杀了我儿子 莫久指了指他 又指了指自己 你现在没有靠山 我做你的靠山不就行了 你 没逗我 高盛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有转机 当然 莫久走到他面前 轻轻拍了拍高盛肩膀 我想杀你 你能有说话的机会吗 咔嚓 下一秒 他直接折断高盛手腕 我不喜欢被人用枪指着 莫久转过身 双手插兜 迈着步子离开高甲 再有下次 你就没命了 第148章 逼宫 高总 怎么办 等莫久彻底消失在庭院后 高家的族人赶忙围上去 关切地问道 没事吧 用不用叫医生 手都碎了 你说有没有事 高盛脸痛得杖成猪肝色 咬着牙蹲在地上 浑身发抖 这种痛楚 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快 把家里的医生叫来 先扶高总坐下 高家人忙前忙后 乱作一团 几个小时后 做了截肢手术的高盛 躺在家里的床上 身上挂着几个点滴 小高 几名稍微年老的族人走进来 示意那些保镖和护理人员出去 三叔 四叔 你们有事吗 高盛嘴唇干裂 虚弱地问道 来的人 都是高家上一辈 当年高盛的父亲很强势 再加上高盛本身就有能力 因此 在父亲过世后 高盛几乎没有波折 便顺利接手了高家的产业 这些老一辈的 逐渐丧失了话语权 但高盛为人厚道 虽然夺走他们的权利 还是给了这些人大量财富 十辈子 他们都花不完 并且丝毫不限制 这些老人的人身自由 还将他们子女 都送进公司 重点培养 正因为这样 高家才能安稳 高盛啊 家里发生了大事 高天祥坐在病床旁 与众心长地说道 咱高家三位老祖被杀 前景堪忧啊 可不是 没有三位老祖坐镇 我们高家就是直老虎 一旦在遇见莫九这样的 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人也跟着附和 高家情况万分危急 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短短几天时间 高家风雨飘摇 高盛 你有罪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语气不善 我问一句 高盛虚弱地坐起身 询问道 各位 是来找我心事问罪的吗 什么叫心事问罪 高天祥微微皱眉道 高家 是大家的高家 不是你一个人的高家 对不对 这话说完 众人目光再度落在高盛身上 逼宫 高盛伸出手 拿起床头的水杯 轻轻喝了口 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 那就算是吧 高天祥点了点头 他是高盛三叔 代表着高家老一辈的势力 好好 好好 高盛笑着点点头 将水杯放在床头 儿子被杀 他现在断了一只手 说不恨莫久 是不可能的 老城区一战 连带着他的自尊心 都被打得细碎 可高盛的性格 是那种绝对不服输的 除非死了 否则永远不会放弃的狠人 在他最脆弱的时候 在他遭遇人生最大挫败的时候 高家的族人 选择了放弃 这让他感到莫名的心寒 一股无力感 顿时涌上心头 说说吧 你们都什么意思 高盛叹了口气 内忧外患 丧子之痛 连带着老兄弟 都死了好几个 他的心气 也快没了 这些年 我高家能位列四大家族 靠的是三位老祖作证 高天祥整理下语言 缓缓说道 我高家没有其余三家的底蕴 所以是四大家族里 最雷弱的一个 继续 高盛点点头 眼下 三位老祖被杀 我高家已经没有资格 和其余三家平起平坐 不如主动放弃 收取管理费的权利 安心做一个商人 高天祥快速说道 我们高家的财富 就是做个普通的商人 那也是三大家族之下 最大的商人 高家的钱 十辈子都花不完 是啊 高盛 旁边的人也跟着劝道 咱高家得了这么多年利益 也该收手了 文言 高盛沉默 过了好一会 他抬起头问道 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吧 不错 高天祥点点头 指着门口的一群老人 你掌权这些年 咱高家的老一辈 对你不薄吧 现在 你也该休息休息了 高家的事情 让我们主持吧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高盛抬起头 目光扫了一圈 都是这个意思呗 高盛 你该知足了 高天祥拍了拍他的手 我们给你三十亿 还有每年的分红 如果 高盛打断他的话 冷声道 如果 我拒绝呢 拒绝 高天祥并不意外 只是收起脸上的笑容 同样冷漠地说道 你的亲信 早就死在城西 高盛 整个高家上下 都是我们的人 你现在体面些离开 我们可以给你很多钱 否则 你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明白吗 这话说完 最外侧的几名老者 逃出手枪 眼神冰冷 外面的人要我死 家里的人 也要我死 难道 所有人都要我死吗 高盛大笑一声 眼中满是凄凉 这些年 除了十年前 有一次外来者闯入 谁知道我高家的三位高手 是死是活 他们的名字 就是威慑 包括那三大家族在内 都清楚 想弄死我们高家 他们根本承受不起 三位高手的报复 即便 三位老祖不知死活 但那是一种威慑 你们 有人泄密了吧 高家的三位老祖 是死是活 原本只有高盛知道 现在老祖一死 却是人尽皆知 宋承欢保证了 叛徒 高盛强忍截之巨痛 用完好的手指着说话的人 你这种叛徒 该死 莫九真是看准了 你们这些白眼狼 才敢杀了三位老祖 便飘然离去 他越想 越感到愤怒 住口 没有你的任性 高家会有今天 高天翔眯起眼睛 起身看着他道 高盛 我最后问你一次 让不让位置 我也最后一次回答你们 我不可能看着高家 毁在你们手上 高盛情绪更加激动 高家都没有靠山了 你在死撑什么 高天翔接过枪 直接将枪口对准高盛脑袋 高盛 这是你逼我的 谁说 高家没有靠山 高盛冷笑一声 缓缓抬起头 你的脑袋 就是我的投名状 碰 强响 高天翔趴在病床上 脑袋窜血 在他身后 几名高家老人 不停地射击 短短半分钟 前来逼宫的人 全部被打死 想不到 我老爹当年给我留下的死事 居然派上用场了 高盛面无表情地 看着地上尸体 自嘲道 莫九 你这是比我依附于你啊 第149章 靠山 整挺快啊 病房的门 忽然被推开 谁 几名老者瞬间举枪 对准来人 打我 来人黑黑一笑道 我要是死了 你们都得死 把枪放下 高盛吸了口气 平静地问道 你就是墨脚安排 过来照顾我的人 不错 是我 来人踢了踢地上的尸体 咧着嘴蹲在墙角 磨出一盒烟 高盛内心一阵无语 莫九这是要自己死 安排来的 这是什么玩意 算了 他摇摇头 看向身旁的一名老人 安保措施 都弄好了吗 高家出事 他已经料到 内部会有奸细 出卖三位老祖被杀的情报 一旦被余下三大家族知道 肯定会派出高手前来 四大家族能坐稳中海 对下面各大富豪 收取费用的底气 就是族内各自的顶尖高手 正是这些人在 才能让他们立于中海最高端 现在 高家三组被杀 余下三家 肯定不会放过这个 除掉高盛的机会 因此 他早在手术前 就安排心腹 启动高家这些年 重金购置的设备 以防不测 您放心 我们已经安排人不停巡逻 绝对保证您的安全 老人低声回答 好 高盛疲惫地转过脑袋 看向蹲在墙角的那个人 莫九让你来 是考验我的吧 他思来想去 只想到这样一种可能 派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来 美其名曰是帮忙 实则 是在考验他 如果我高盛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 高盛双目微闭 他早就做好三位老祖出事的打算 所以 提前定制各种各样的设备 防备高手来袭 现在 他心中有七分把握 叮灵 就在这时 高家内部传来警报声 来了 高盛睁开眼 神经绷紧 房间内的人迅速拿出遥控器 打开房间内的电视 各种仪器不断传来警报声 屏幕上 两道人影不停闪烁 两把长剑砸在那些机器上 爆出道道火光 其中一人不幸被子弹打中 落在地上 另一人则直接破开机关 直奔院内杀来 不好 有危险 房间内的几名老人迅速冲过去 将门反锁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根本无济于事 高总 我们杀了一个 但损失惨重 高盛的耳机里传来声音 好手死了一多半 设备几乎全被毁掉 余下的那个人 我们拦不住了 当 房间的门 忽然传来撞击声 紧接着 一把长剑 直接穿过铁门 高盛 我兄弟死了 你得尝病 碰 一名白发老者冲进房间 提着剑指向高盛 我真想不明白 你若是归缩在安保设施内 我们根本杀不了你 你为什么要出来 刷 不宜老者手腕一抖 房间内的高盛保镖手中的枪 全部被震掉 现在 你该死了 老者举起剑 对准高盛 我高盛就算是死 也不会像个乌龟一样 藏起来过一辈子 高盛缓缓抬起手 手里是一个遥控器 我就是在赌 赌我能不能干掉 你们 他叹息道 可惜 我失策了 但我不后悔 躲在高墙内 不是我要的生活 这是炸弹 高盛大笑道 我在床下 埋了一堆炸弹 现在 同归于尽吧 死了两名高手 恐怕四大家族 今日之后 要成两大家族了 高盛说完 把心一横 别 就在这时 角落里的那个人 忽然起身 他直接夺下高盛手里的遥控器 揣在口袋里 高盛你不能杀 那人微微皱眉道 走吧 你修炼成这样 也挺不容易的 哈哈 文言 不一老者一愣 你谁啊 既然这么好心 那我先杀了你吧 我 三江秀才 刷 秀才手中菜刀一挥 直接斩掉 不一老者的脑袋 妈的 给你机会让你活命 你非得找死是不是 秀才一脚踢出去 人头刚刚好 落在高盛旁边的床头柜上 此时 高盛的内心 极度震撼 他都做好死了的准备 可这个脏兮兮的家伙 居然一刀 就把那名高手杀了 虽然那名高手穿过机关 受了伤 但战斗力绝对不弱 咋了 秀才叼着烟 笑呵呵道 墨九能做你的靠山 肯定得比你之前的靠山强啊 想啥呢 第一天认识他 说完 秀才转身出门去 头也不回 病房内 一阵安静 唉 高盛的心气 完全没了 早知道这样 他还斗什么斗 儿子死了 兄弟死了 自己沦为傀儡 小小青城 出笼啊 他看着一旁的人头 伸出手轻轻推到地上 中海 山海会馆 这是一家私人高档会馆 平日里来消费的 都是有钱人 此时 正是会馆冷清的时候 一道人影 翘无声息地走进去 拦住一名女服务员 带我见你们老板 您有预约 服务员有些意外地解释道 想见我们老板 是要预约的 您如果没有 还请明天再来 这个 能不能见你们老板 段启胜从怀里摸出神龙顶 在他眼前晃了晃 服务员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但迅速消失 您这是什么呀 他笑了笑道 抱歉 真的要预约 那老子就砸了 段启胜说着 举起神龙顶 狠狠朝着地上砸去 慢 服务员一把抱住他 看了眼周围没人 小声道 和我来 五分钟后 两人乘坐电梯 绕了几个弯 来到一栋办公室前 先生 我们老板就在里面 服务员笑着回答 说着 他推开门 段启胜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手里的神龙顶扔了进去 哗啦 房间内 一群人瞬间围过去 哄 这时 里面传来一声闷响 段启胜侧身一闪 单手抓着窗户 大喊道 妈的 幸亏老子有准备 告诉你们管事的 一小时内联系我 否则我就把东西扔了 说着 他消失不见 怎么样 没事吧 靠 里面全是毒药 快叫医生 房间内 乱成一团 第150章 疑云重重 山海会馆 地下一层 一名看起来二十几岁 皮肤白皙的女子 穿着刺绣精美的凤袍 站在一间屋子内 在他面前 七八名精壮的男子 正痛苦地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怎么回事 洛书言美眸流转 平静地开口 师尊 刚才一个中年男人 拿着假的神龙顶来找我们 接引段启胜的那名服务员解释道 徒弟本想将他骗进办公室 夺下神龙顶 可没想到 他居然弄了个假的 下了毒 丢进房间 废物 啪 洛书言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冷冷道 人呢 在我们的地盘 让他跑了 对不起 师尊 服务员跪在地上 捂着脸 战战兢兢地答道 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 所以 啪 洛书言一掌按在他天灵盖上 服务员的话还没等说完 便倒在地上 蹊跷流血 房间内的人很自觉将尸体拖走 重得什么毒 洛书言拿出手帕 轻轻擦了擦手 视线落在病床上的那些人身上 师尊 查过了 是七莲花毒 几名服务生打扮的男子 将做实验的试管递过来 七莲花 左丘山上的毒 洛书言微微皱眉 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白玉瓶 丢给床边负责照顾病人的服务生 给他们吃下去 三个小时就能痊愈 说完 他转瞬消失在房间内 在出现时 洛书言已经在会馆的监控室内 就是这个人 看着屏幕上 鬼鬼祟祟的断起盛 他想了半天 也没在记忆中 回想起这好人 莫非 之前满城风雨的消息 是真的 他陷入深思 不久前 有人传言 温敬珠将神龙顶送了出去 至于目标是谁 谁送的都不清楚 更令洛书言感到奇怪的是 中海的四大家族 似乎有人知道内幕 还在客运站 引发了一场争斗 对方说 让我联系他 但没有说怎么联系 洛书言看向旁边的弟子 是的 我也奇怪 那名弟子挠了挠头 无奈道 可他真的没给联系方式 不对 他留了 洛书言放大监控视频 发现这个人从近来开始 手就一直在笔划数字 电话 他伸出手 旁边的弟子 迅速将手机递过来 1315589 洛书言一边看 一边输入号码 确定没有错后 将电话打了过去 喂 你是不是万山盟的 电话刚接通 段启盛便率先发问 你是谁 洛书言有些惊讶 对方似乎对他们很了解 可在中海 洛书言一直隐藏 除了找莫九那次 派出弟子外 余下时间 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此时 他大脑飞速旋转 想要弄明白 自己究竟哪里出了纰漏 竟然暴露位置 被对方找上门 回答我的问题 段启盛非常霸道地说道 知道我在为谁办事吗 你究竟是谁 洛书言担心对方炸自己 一直没有回答 我为李沙儿办事 段启盛冷笑一声道 我既然能找到你们 问你 也只是给你机会 既然你们猜忌我 那我去找温 骂 洛书言直接回答道 我是洛书言 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 温静珠 他知道那个温字 代表什么 能把电话打到这里 还提起李沙儿的 肯定知道很多秘密 他不能隐瞒了 很好 我喜欢坦诚的人 段启盛淡淡道 我是受李沙儿所托 将神龙顶交给你 但有个前提 你必须亲自过来 另外 为了确定你的身份 我必须要再问你点事情 我下的毒 是什么毒 七莲花 洛书言如实回答 神龙顶视至宝 但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李十二没死 他的下落呢 整个左丘山 都在寻找李十二 而当年负责秘密调查 这件事的林正英 已经死了 他的徒弟莫久又不配合 洛书言非常着急 不错 的确是七莲花 这样 为了确定你的身份 你把七莲花的解药 按照我给地址 用铜层筷送送给我 只要我确定 你能配置出解药 也就证明你的身份 那么接下来 我会按照李十二的吩咐 将神龙顶给你 段祺盛不急不躁 非常平和地 将这些话说完 速度要快 我只给你半个小时 现在 我说地址 你记 很快 段祺盛留了个地址 然后挂断电话 洛书言则看着 手机上的地址发呆 世尊 我直接带人 去把他抓回来 一名弟子开口询问 不行 我们之前惊动他一次了 你立刻 将这个解药 按照他的吩咐 找一个 同城配送送过去 顺带 悄悄跟踪 洛书言眯起眼睛 等他拿到东西 我会打电话 至于你们 听我的命令 遵命 监控室内的弟子拿着解药 迅速用手机下单 拿着解药等在门口 不一会 跑腿的骑士到了 拿到东西后 立刻按照地址 开始送货 他则悄悄跟在跑腿身后 监控室内 洛书言总感觉事情 有点不对劲 可他又说不上 究竟是谁呢 真的是李十二吗 那么多人 这些年都在找李十二 可没有一个人有消息 洛书言只能期望 这个人没有撒谎 你究竟在哪 一声不响 不知死活 和温静出消失了吗 他眼中浮现出 忧伤和难过 半小时后 跑腿的外卖员 按照地址 敲响了一栋城中村内的平房 一个中年人打开门 将东西接了进去 见到这一幕 跟踪的男子 迅速联系洛书言 师尊 东西送到了 是个中年人接的 现在怎么办 等我命令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洛书言深呼吸一次 平复自己的心情 再次将电话打了过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这一刻 洛书言有些实话 抓人 他迅速打给自己的人 接到命令后 碰 那名弟子直接踹开门 冲进去 可找了一圈 只见到一个 战战兢兢的流浪汉 人呢 他咆哮道 什么人 这里救我自己 流浪汉害怕极了 手里还拿着那个袋子 你找死 啪 男子一把夺过袋子 却发现 里面根本不是解药 而是一份吃的 第151章 不死小强 师尊 上当了 男子愤怒地将东西摔碎 一把抓住流浪汉的脖子 说 谁让你在这里的 他就算是傻子 现在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个送跑腿的 把解药给掉包了 我就是一天瞧下流浪的 昨天那个男的找到我 说给我找个地方睡觉 中午还给我送吃的 我啥也不知道啊 流浪汉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拿出几块钱 我就这些钱 都给你 师尊 我看这个家伙不像撒谎 男子呼吸越来越急促 人在他眼皮子底下 居然也能更丢 你回来吧 我立刻安排人 去抓那跑腿的 洛书颜眯起眼睛 始终想不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师尊 有发现 就在这时 监控室的门被推开 一名弟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我们检查了那个假的神龙顶 提取到了原毒药 这东西 很有意思 上面居然有一些微小的细菌 更离谱的是 里面居然还有部分胃黏膜的成分 直接说结论 洛书颜心情非常烦躁 怎么所有的事情 都是这么乱七八糟 没有一件事 能查到规律 或者符合规律 这说明 原毒药 可能是从什么人胃里取出来的 否则 不会有这些组织残留 负责化验的弟子 很是费解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的 而且 原毒药剂量很小 剂量很小 为什么地下室的那些人 情况那么严重 这一次 轮到洛书颜愣住了 你们不是化验了 得出毒药是七连花的结论 我刚又去查了下 做化验的弟子点点头 解释到 虽然量少 可我们检测的毒药源 确实是七连花 只是 那里面加了一些类似 吸入是蟹药的成分 这就导致咱们的人浑身痛 尤其是腹痛和胃痛 一直打滚 他解释完 静静等待下文 所以 这都是什么事 洛书颜忽然笑了 是恶作剧吗 寻我开心 不对 他脸上笑容忽然消失 煞费苦心 冒着生命危险 一定不是恶作剧 肯定有目的 他想得到什么 似乎到现在为止 他的目的达到了 我只给他一份七连花的解药 解药 洛书颜站起身 看着负责化验的弟子 你说 那些七连花的毒 是从胃里拿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他可能吃了药 然后吐出来 将尚未消化的药 做成毒粉 为的就是拿到解药 对 这么一说 的确说得通 化验弟子点点头 恍然大悟 可谁这么蠢 能给他解药呢 他摇摇头 好了 你走吧 洛书颜摆了摆手 师尊再见 男子刚转身 碰 他直接飞出去 整个人摔在地上 头骨暴力而死 洛书颜面沉如水 眼睛死死盯着那串号码 七连花 是万山蒙的毒 再加上神龙顶 他终于想明白了 肯定是温静珠的人 中了温静珠的毒 来他这里骗解药了 笑容不会消失 他只是转移到了 别人的脸上 中海 一间垃圾回收站内 段起圣将身上换下的衣服 扔进垃圾站 感觉身体恢复了 还得是我呀 他叹了口气 我段起圣能活到现在 不是没道理的 既然毒药解了 就代表 他不需要受制于人 手里的神龙顶怎么办 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 留在身上 始终是个祸害 可藏在哪呢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有这个东西 他永远都不能安生 妈的 一群贱女人 老子直接扔了 段起圣把心一横 决定扔进垃圾堆 正巧 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人 他装作没事人一样 随手将神龙顶 扔进垃圾堆 然后迅速消失 他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去自己向往的非洲 段起圣前脚刚走 田正元便走到垃圾站内 随后拿出一盒饭 开始大口吃着 他现在是中海最大的通缉犯 留在哪里都不安全 因此 便时常流窜在这些垃圾站 或者没人的公园等地方 正吃着 他发现垃圾堆上有一个木质的小桶 看起来还算精致 田正元疑惑地走过去 将其捡起 这小玩意 还挺好啊 他擦了擦 将盒饭放在一边 然后又自己做了的盖子 塞了一圈胶条 非常完美地做成了水杯 不错 收好东西 田正元快速吃光盒饭 将东西扔进垃圾站内 他起身走到旁边的一间房子 接了点热水 刷了刷 像是笔筒一样的小墓碑 然后接了杯热水 一口喝光 似乎觉着不尽兴 他又接了一杯 然后消失在垃圾站 当初承西那一站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有件事 田正元一直没有和墨九说 他查出了癌症 而且是晚期 没有多少日子了 所以他没有任何顾忌 干掉了高天 又一个人在老城区和高家那么多人打来打去 根本就是抱着不想活了的心态 算了 既然没死成 还剩下几个月 就好好地活着吧 田正元叼着烟 穿着军大衣 消失在街道上 怎么样 清城有消息了吗 温静珠坐在沙发上 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车 看不出到底在想什么 清城还是很安静 林佳然恭敬地说道 您确定 清城真的是关键吗 他现在跟着温静珠学了不少本事 人也自信不少 没事的时候还给温静珠唱歌 解闷 当年林正英一直守在清城 没有离开 我猜李十二肯定在 温静珠眯起眼睛 他对圣主对忠心 我不会猜错 那段起圣 会不会 没有去 林佳然沉思片刻道 我查了下 清城那边根本没有动静 我们放出消息 让段起圣被追杀 不会 温静珠斩钉截铁道 段起圣中毒了 离开我 他必死无疑 继续查 清城那边亦有消息 马上告诉我 好 林佳然攻身退去 另外 把林轻音叫来 我有事安排他去做 温静珠转了转手里的珠子 就说和墨九有关系 第152章 晚宴 师尊 我也可以 林佳然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连忙主动请应道 当年墨九欺辱我 我希望这个机会 佳然 我知道你非常恨墨九 也知道你天资聪慧 学什么都很快 温静珠打断他的话 安慰道 可眼下 不是复仇的机会 墨九学了多少年 你才学半个月 已经抵得上他七年 再有一个月 你就可以复仇了 听见这些话 林佳然内心 升起一股骄傲 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栽培 他恭敬地点点头 满眼期待离开房间 过了一会 同样面带喜悦的林轻音 走进房间 师尊 您叫我 他通过林佳然 已经知道自己这次的行动 和墨九有关系 在和温静珠 学习的半个月内 他们每天喝下 大量配置过的汤药 并且由温静珠 亲自教导本事 六姐妹天赋过人 一个个进步飞快 之前那股沮丧和不如意 早就被抛到脑后 取而代之的 是仇恨 他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找墨九报仇 中海四大家族之一的高家 在几个小时前 投奔了墨九 温静珠漫不经心地 绣着手里的十字绣 今晚 他会邀请墨九 和一些商界的人士去吃饭 我需要你潜伏进去 找个机会 将高盛杀了 说着 他抬起头 做完这件事 你迅速离开 我会在你市城后 将消息散布出去 让中海的人知道 即便是四大家族 和我温静珠作对 一样要付出血的代价 六姐妹里 你的身体天赋最好 本领最高 这次办好了 我有奖励 原本 墨九在中海仇家遍地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可现在 有高盛投诚 整个高家在中海的资源 都会成为墨九的 墨九从四面接敌 一跃成为 能和其余三家家族 平起平坐的势力 温静珠绝对不能接受 杀掉高盛 非但能警告中海的势力 也等于斩断墨九的一条手臂 让他回到原来那种 没有立足之地的状态 明白 林青英兴奋地攥起拳头 这是龙咸草做成的迷药 只要你放在袖子里 周围的人行动都会迟缓 温静珠叮嘱到 记住 你是我最看重的弟子 此次行动不允许失败 请您放心 林青英接过药粉 放在口袋里 转身离开 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从清城开始 他的自信心 就被墨九打击得粉碎 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废物 直到来到温静珠这里 林青英才找到自信 甚至有一点自负 他途经楼梯时 手腕发力 居然直接将铁管捏得变形 半个月 仅仅半个月 他便成了温静珠 最厉害的弟子之一 林青英现在恨不得 和墨九打一场 狠狠地痛扁 这个羞辱自己的人 让他付出代价 林青英想亲眼看着墨九 跪在自己脚下忏悔 求饶 老三 师尊找你什么事 林如烟站在楼下 拦住了林青英 去杀人 林青英语气中带着得意 在温静珠这里 六姐妹的实力各不相同 林如烟 现在成了最差的一个 进步最慢 而最为优秀的林青英 对这个二姐 也不怎么尊重了 武道界 强者为尊 什么都靠本事说话 是墨九 林如烟眼中 闪过一抹担忧 怎么 你舍不得 林青英一直对林如烟 关于墨九的态度不满意 姐弟一场 再多的恩怨 废了都可以 但最起码 不至于生死争斗 林如烟有些难过的劝道 如果可以 二姐 林青英轻哼一声道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们现在为师尊效力 你要分得清楚次 我们能有今天不容易 我劝你别身再曹音心再喊 说完 他一把推开林如烟 消失在街道上 唉 林如烟叹了口气 无奈地摇摇头 老天啊 好好的一家人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他无力改变什么 只能失魂落魄地 回到自己房间 中海 高家豪宅 这座坐落在市中心的 独立建筑区 忽然变得热闹非凡 高盛作为高家组长 送出请帖 邀请这些年 依附于高家 和与高家交好的富商 请他们晚上来俯上一举 名义上是邀请 可实际上 这就等同于通知 谁敢不来 谁敢违背高家的意志 当然 今天这顿饭 还是有些许不同的 中海早已满城风雨 传闻高盛在和墨九的争斗中 惨败下来 损失惨重 甚至连族内的高手 都被击杀 当然 这种消息即便发生 外界也很难知道 可现在 几乎每个有点地位的人 都知道了 其中的原因 就比较耐人寻味 晚上六点 高家门前 停了上百辆豪车 最差的 也是保时捷卡宴 高家大门前张灯结彩 连保安都没有 只有几个负责接待的美女 都说高家出事了 可你看 现在高家这状态 不像啊 有人见保安都没 忍不住泛起嘀咕 也可能是空城界 高盛估计知道消息泄漏 所以故意装作没有防备的样子 想要唬住外面的人 怎么办 宋家找你了吗 找了 十年之内 上交的费用 只有高家要的一半 可眼下 高家情况未知 我也不敢煽动 正好 此番事事虚实 大家聚在一起 议论纷纷 一边往里走 一边闲聊最近中海的情况 整个高家庭院 没有任何保安巡逻 除了接待的美女 再无高家人 顺着红毯 前来参加晚会的宾客 轻车熟路 直奔最里面的宴客厅 林青英赫然混在人群里 她来之前 甚至用学到的易容术 改变了自己容貌 却发现完全多余 这里根本没有检查 就算是乞丐 都能混进去 心情有些失落的林青英 平复下情绪 和一行人来到宴客厅 此时 该来的 已经全来了 三四百人 坐在准备好的餐桌旁 高先生 这时 餐厅最里面的保镖 大声喊了句 刷 无数道目光投到那里 大家都想看看 传闻处境凄惨的高盛 现在究竟如何 那是谁 好像是 墨九 很快 人群中发出一声声惊呼 第153章 墨九是你能叫的吗 什么 墨九 这怎么可能 不少人听见这些话 连忙站起身 看向远处的高盛 整个中海谁不知道 田正元干掉了高盛的儿子高天 而田正元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 他和墨九有关系 可这位明洞中海的汉匪 所做的一切 都和墨九有关系 他们宁可相信母猪尚树 也不愿意相信 高盛和墨九会在一起 主席台上 打着石膏 一只手缠满纱布的高盛 虚弱地走上去 而在他身边 赫然站着一身西装的墨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高盛儿子的尸体 可还没火化呢 靠 这他妈什么情况 高盛的性格 爆裂如火 整个中海谁不知道 可眼前的这一切 又没人能解释 难道说 墨九被高盛抓住了 大家晚上好 在数不清的质疑声 和疑惑的眼神中 高盛笑着开口道 今天请大家过来 一则是按照以往规矩 和大家加深一下感情 第二 就是宣布一个好消息 高盛说完 指着旁边的墨九 我和九爷 正式展开合作 并且 我将高加51%的股份 赠予九爷 聊表诚意 从今天开始 你们有任何事情 可以找我 也可以找九爷 见到九爷 也要和见到我一样 否则 加法处置 什么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沙子之仇 不报了 承熙死的那些高家人 也不管了 一时间 大家反应不过来 几乎所有人 都处在震惊中 这是他们根本 没有想到的结果 好了 现在大家吃饭 高盛说完 侧身示意墨九先走 两人一前一后 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 有说有笑 和亲密无间的朋友一样 高总 这时 有人端着酒杯 走了过去 我敬您一杯 穿着西装的男子 笑眯眯举起杯 无方工业的老总杜燕良 做重金属起家 几十亿身家 高盛为墨酒介绍道 我有伤在身 以茶代酒 他笑着举起茶杯 一饮而尽 高总 杜燕良喝完酒 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而是提高声音 开口问道 我听闻 您的儿子 是被田正元杀的 此话一出 全场沉默 上百道目光 都落在这张桌上 因为杜燕良问出了 他们不敢问的话 田正元杀了我儿子 和酒也什么事 高盛脸色阴沉 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今天大家是来高兴的 不聊这些话题 高总 可谁不知道 田正元就是墨酒的人 杜燕良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现在你和墨酒坐在这里 让您酒泉之下的儿子怎么看 让战死在城西的兄弟们怎么看 让我们怎么看 杜燕良越说越激动 张绍天 萧家 都是您的人 可他们 全都死在墨酒手里 你非但不帮他们报仇 还坐在这里 和墨酒称兄道弟 周围的人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墨酒在中海 名声太臭 张绍天和萧家 都死在他手里 而这两家 都是受高家庇护的 现在高盛居然向墨酒妥协 他们心里非常郁闷 墨酒拿了高家51%股份 就等于控制了高家 而他们 也要屈服墨酒淫威 不少人内心已经开始动摇 试问 将来谁还敢为您卖命 杜燕良红卓眼继续说道 高总 收了宋家多少钱 墨酒直接打断他的话 什么 什么宋家 杜燕良微微一愣 宋承欢答应给你好处 你才肯站出来说的吧 墨酒轻笑一声 指着杜燕良 看向高盛 也算是 我的人吧 当然 高盛被问得非常尴尬 他能怎么解释 说自己差点被杀 才投奔墨酒 高总是聪明人 墨酒打了个响指 你们应该庆幸 高总带你们选择了一条 康庄大道 随着响指声落下 白鸣直接举枪 碰 一枪 打在杜燕良胸口 你 杜燕良后退几步 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会场内顿时大乱 坐下 白鸣直接举枪 对着头顶连开竖枪 哗啦 餐厅外 黑金集团上百号人单手持刀 直接冲进来 失去退路的富商们 连忙坐回到原来位置 高总对你们太仁慈了 墨酒缓缓站起身 看着餐厅内的几百名富商 我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机会 要么 与高总一样 与我合作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自己人 要么 选择和我作对 墨酒指着白鸣 我是不可能 允许我的敌人 活着离开这间餐厅 墨酒 你太霸道了 有人猛地一拍桌子 站起身呵斥斗 我不信 你能把我们全部杀光 墨酒是你能叫的吗 墨酒穿过人群 走到那名商人面前 在中海 叫我酒爷 说着 他一把 按住那人脑袋 狠狠砸在桌面上 碰 鲜血四溅 说话的人满脸是血 软绵绵地滑落在地 已经没了呼吸 哦 对了 墨酒擦了擦手上的血 环视一圈 今天 有人收到请柬 却没有来 我不喜欢被人拒绝 所以 我把他们都带来了 话音刚落 外面的黑金集团打手 拖着三十多人 来到餐厅内 九爷 饶命啊 这些被打得满身是血的人 不停地哭喊求饶 宛若地狱般的一幕 看得在场人心惊胆战 念你们是初饭 墨酒倒背着手 平静开口 多谢九爷 这些人不住地磕头败谢 给你们个痛快 墨酒笑着说道 黑金集团的打手 直接拔出刀 插在这些人胸口处 三十几人 横尸在餐厅内 现在 还有人质疑高总的决定吗 墨酒冷声询问 在场的人 纷纷低下头 不敢吭声 你看 这样多好 我最喜欢交朋友 墨酒拍了拍手道 上菜